6月24號上午 大陸導演陳希發布網帖說 河北省張家口市萬泉區為縣離東奧會 決定斥資4,000萬元拍攝水母電影 這一項目經過層層轉包 依次經受的人包括嚴劇、方以尼、劉金濤、汪海洋 李良等5人 之後由陳希來拍攝 令人驚訝的是 最終執行拍攝的導演陳希 卻連10萬元項目款都無法結清 還被拖欠4萬5千元款項 無奈之下 陳希只好發布網帖求助 為何要吃巨資拍攝水母電影及層層轉包 對此 張家口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則回應稱 正在瞭解情況 當天下午 陳希對大陸媒體說 網帖發布之後影響很大 下午轉包商之一汪某 已經把餘下4萬5千元項目款結清 截至發稿 陳希原帖已被他刪除 大陸獨立製片人朱先生告訴新唐人 這類事情在中國普遍存在 各地政府都在進行官商勾結做這種事 大陸網友彭先生說 幾十年以來 中國各個領域 大小官員都層層盤剝項目款 官方對這事一直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因為他們都在談 就是那一日就有這種現象 他們就是批了件之後 轉手自己不用送一分錢 就賣這個批條 他們就掙錢 可那一日就實行層層轉包 這幾十年存在就是大橋卡的 床屋倒塌的 那些一系列這些工程質量什麼的 都是層層轉包的必兵 存在多少年了 這個步驟為奇 在中國 這類層層剝削項目款項的最典型案例 當初與中共前鐵道部長 麗志軍關係密切的女商人丁舒苗 在一次2,000億的投標中 丁舒苗從鐵路工程和建設領域 獲得的中介費高達24億元 另外 通過安排煤炭運輸 獲取6億元非法收入 新唐人記者雄斌、李韻、周天採訪報導